原本我也打算就是回去 但后面想了一下 真的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总不能说回去 对吧 二哥 我觉得大家都懂 该有了责任性还是得有一下的 亲爱的观众男代好 我是曹全 今天呢是武汉封城的第一天 因为近段期间这个肺炎盛行 我跟冰冰我的室友 我们考虑了一下 决定不回去 决定把票退掉然后不回去 但是大家知道就这个年还是得过 所以我们现在呢 准备去那个超市 去买点东西 自己做一顿年夜饭吃 超市比以往更加的拥挤 每个人也都戴上了口罩 你们也是做这个事情 没有回老家是吧 对 对 本来都 本来可以回的 对 倒想了一下 退掉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对 退啊 你自己怀疑 对家人也怀疑 对 就是我上大学以来 第一次离开交相过春节 大零三十的前一天晚上 我收到了我妈的微信 让我不要担心 我其实是一个很不善言辞的人 特别是对父母 我想了很多 但发出去的只有四个字 一是平安 二是健康 一是平安 一是平安 二是健康 八点吃的正好风扇 对对对 八点钟的时候 吃的 因为今天大人三十 我们待会儿呢 也准备自己弄点东西吃 然后呢 把这个年也过好 虽然这样但是 还得过好年 你知道吗 对 晚上还是要看春晚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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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今天这个春晚 一定是我们看的最全的 从头看到尾 你知道吗 对 以前就是不看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就是兴趣很十足 我就想看 兴趣十足 就想把今天这个春晚给他看完 现在是下午的五点十六分 我们要开始准备 今天晚上的年夜饭 这个是香肠 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吃这个东西 但是呢 就是这次我们的回家 然后呢 这次我们的回决 只能在这个超市里面 买两根 你还干嘛 年夜饭 拍一下 拍给爸妈发过去 香肠比以往多煮了半个小时 味道依旧很香 但不如家里的香 诶 今天晚上是大连三十 然后呢 在这里祝大家 除夕平安 干杯 干杯 啊 现在还只是新闻灵锅哟 我们右边那个都已经不敢动了 从各地方部门的快速跟进 到专家医生的全身心疼 还有所有中国人关切的目光 就是抗击疫情最好的疫苗 众志成诚 没有我们过不去的坎儿 今年除夕夜的武汉并不偏近 因为此时此刻 武汉一线医疗团队 依旧坚守在那个没有销宴的战场 他们正在与时间赛跑 与死人搏斗 为的是日后能让所有人与家人团聚 补回这一顿缺席的年夜饭 还有今晚的逆行者们 与此同时 新冠肺炎正在进入第二波上升期 作为普通人的我们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照顾好自己 因为这才是对家人们最好的祝福 这个西南火 这个菜明天还会走 然后还买的有那个 这买的橙子也买了少多 早上视频呢 然后刷了以后都没刷了 反正还不是呢 还不是只业 只业 都不是只业 亲爱的朋友们 中央广播电视动态 2020年的春节联邦王会 到这里要跟大家说明再见 再付给大家拜年 明年的出版 再见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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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